其實2012年的App的總數已經超過100多萬 現在恐怕已經破千萬了 所以這個如雨後春筍般的使用量 另外的話全世界最喜歡下載小綠人的部分 台灣這個是比較舊的資料 大概是排在第三 應該是前三個 我想亞洲國家尤其是這個部分 台灣這個部分的使用量應該算是前三名應該沒問題 另外的話還有相關的數量 其實也是你會發現 App的數量慢慢慢慢從2021年 超過100萬之後 現在已經大概2014大概已經七八百萬了 可能會更多 這個趨勢只會越多不會越少 因為我想這個應該回不去 你有智慧手機叫你回去用傳統手機 應該你會非常非常不要說我 可能一般人只要使用過的就回不去了 即便說你說傳統手機非常耐用 然後待機時間再長 可是說真的好像我要用的功能都沒有 上面沒有Line 你就不能跟人家Line了 除非傳統手機 傳統手機有Line也還是不行 它沒有Facebook 它沒有辦法上網 那什麼都沒有嘛 OK 所以那另外的話當然這個App 產官學界當然都會希望說 就是官方會有很多對應的 比如說一個功能一個窗口就會有一個App 比如說像一件事件 像這一次比如說氣爆事件 是不是有一個對應的App 單一窗口馬上可以處理 如果有的話當然就更好了 不過我想這是一個理想 好那大概會有幾個標準 所以我們今天也上了 上到現在 大概已經剩一個小時 所以五個小時裡面 至少你今天要能夠學會幾個點 第一個要知道Google Play 跟安裝Play到這個App 到手機裡面 那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從電腦裡面的Google Play 一個是手機裡面也有個Google Play 那個Play商店 那不過Apple的部分同學 因為有同學來問Apple Apple有App Store 其實它的作用也是相似的 但是不相同 因為Google的Play商店是Google的 Apple的App Store App商店是Apple的 那機制不同 但是很多開發是兩個都會開發 所以你這邊找得到 這邊應該找得到 但是不一定找得到 可能這邊有開發 這邊沒開發怎麼辦 比如像剛剛同學 那個路況 那在Google裡面有 那個在Apple裡面沒有怎麼辦 那你就要找一個關鍵字 路況應該會有相似的App 但是不會有相 也許沒有相同的 所以這也是沒有辦法 因為不同的陣營 OK 所以請各位這個地方 要稍微了解一下 另外的話 已經知道安裝哪些App 所以你可以從那個 像 CC Cleaner裡面也可以看到說 你現在手機裡面 到底有安裝哪一些 還有哪一些熱門好用的 這一些App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有哪一些比較熱門的 從哪邊可以知道 其實一般我們的習慣是會開啟什麼 開啟那個也是Play商店 Play商店裡面的話 我們可以 藉由那個Play商店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 你就切到應用程式裡面的 好像記得按這個購物 購物這邊有個類別 類別裡面各位可以發現 哇它就有這麼多的類別 小工具 工具 天氣 哇一大堆 裡面的話呢 至少 總共應該 我看 幾萬個 幾萬個App 跑不掉 但是你也不用說每個裝 你可以怎麼樣 比如說 在天氣類好了 你就去裝一個什麼 裡面最熱門的 但是呢 要錢的 恐怕你可以 大部分應該要跌過了 所以像這個 看天氣我覺得 雅虎天氣這個還不錯 你可以把它裝起來 另外呢 比如說你今天 要什麼功能 你就可以去 要不就是什麼 除了從這個類別裡面去找之外 你也可以從上面搜尋去找 我想這個搜尋 我們早上已經搜尋很多了 像之前像有個長輩 他喜歡彈鋼琴 他就說 那我手機裡面可不可以彈鋼琴 應該沒問題 試試看 比如說你可以打一個什麼 關鍵字打什麼 打Piano 或者是你打一個叫鋼琴 不知道我發現 還蠻有趣的耶 把這邊打一個鋼琴 這邊就有了 而且還有一些 你可以看四顆星 有一些什麼叫真正鋼琴 還愛玩鋼琴等等的 這麼多對不對 我記得我不知道一下哪一個 還有一個像這個好像他 有一個什麼 教你怎麼彈鋼琴 而且鋼琴還可以調整寬度 然後他比如說 就說那個有點像遊戲吧 掉下來你要按一下 比如說那個什麼什麼愛麗絲的 然後你就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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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會有沒有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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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下來 然後呢告訴你按哪一個鍵 那你也可以這樣練習 在手機裡面 平板可能大一點 就可以模擬 比如说小朋友 他可能不懂钢琴怎么弹作 那你如果买一个这个之前 你刚才在那边给他玩一玩 他如果玩出兴趣的话 你再去买一个钢琴给他试 所以他阶段性的 一下就可以玩 因为小朋友最喜欢玩这个东西 但是要有限制 因为我两个小朋友 每天最喜欢就是 跟我拿那个平板 我现在都有时间 你多久还给我 可能顶多就一个小时吧 时间到了 你就要还给我 那最好找一个什么 计时器 所以最好找一个什么 家长版的 就是时间到了 APP自动关机 不过我找过了 还没有 可能我要自己来写 不然 这功能太重要了 因为他们一定会赖皮 时间到了 没有啦 或者你忘记了 所以最好有一个 家长版的自动关机 可以找一下 其实我也没找过啦 如果有的话可以装起来 时间一到 自动关机 对不对 如果再开机 就要有个密码 这样的话 还不错 所以你们可以找找看 那也就是说 这个APP实际上 简单讲讲 就在解决问题 那怎么解决问题 我讲过 如果那个APP 它需要你动大脑的 都不是好的APP 所以那个APP 如果是不需要思考 就可以使用的话 那就是好APP 反正你只要想得到的 身边能够解决问题的 公务上面的 生活上的问题 其实都有答案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可以知道 如果好用热门的APP 另外就是免费跟付费 另外你会发现 旁边有价钱的 那个就付费的 付费的话 因为现在Google 有个Google Wallet 就是说 如果你的帐号 像我是有验证一个信用卡 所以如果 假如小朋友 他看到那个 然后他给你点下去 就付钱了 不过还好 你要输入密码 所以他如果也知道我的密码 那他就付钱了 还好 他不知道我的密码 不然的话呢 Google的那个 就会线上 自动从信用卡扣款 不过还好 我那家信用卡 还蛮贴心的 有一次 Google云南硬碟 付两块钱美金 他就会先打电话问我 他说 吴先生 你这个是不是确定是要付费的 我说多少钱 他说61块 刚才台币 我想60 应该不太可能 诈骗也不可能 诈骗61块 那我就OK 没有问题 他才付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实际上目前 信用卡付款的机制 目前看起来 应该还算安全 因为他 不可能说 莫名其妙 就付一堆 那另外的话 我为什么 我的智慧营手机 会越跑越慢 特别说 这个叫RAM RAM的话 记得 我们刚刚不是讲过 那个规格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手机 永远都不要越跑越慢的话 你在买的时候 你刚才就买 现在买4G的 那个 现在目前市面上 大概只有一两只吧 好像那个华硕 有一支 那个 Zenfone 第二代 最高阶的 就有一支 是4G的RAM 看了 其实还蛮喜欢 很想买 那看一看 其实我还好 因为我懂得去把一些 不要的APP给关掉 所以这种对我来说 好像也 另外就是对 玩游戏的 如果你要玩游戏 因为游戏很需要记忆体 那可能会需要到4G的RAM 不然一般大概2G就够了 不过这个地方的话 特别注意 另外的话呢 无法再安装APP 那特别注意 你的RAM要大一点 因为你一直装一直装 你的内部的空间会满 所以特别是RAM的部分 那个叫RAM 那其他的话呢 买来就会有很多APP 为什么没办法移除 这个时候你要知道 我刚才有特别讲了 你买来的时候 你的权限是使用者 如果你要移除它的话 你要把这一支手机 变成管理者 那怎么变成管理者呢 管理者就ROOT 不过这个已经进阶了 有兴趣同学 自己在 如果你要把你的手机 变成ROOT的话 关键就是你的手机 名称 空一格 加一个ROOT 在Google搜寻一下 就会有答案的 那其实像我的手机 我也试过把它ROOT 那就可以把 比如说中华电信 或者是什么什么电信 它内建的那一些 你可能用不到的APP 才可以把它移掉 不过这个还是 有一点点风险的 所以这大概提一下 其他的话 有没有升级 或者是用常用的APP 大概如果你这一部分OK的话 那我想 像常用APP 我们今天教的 如果你可以每一个都 至少装过 测试过 没有问题的话 那表示你今天应该 今天这门课应该 没什么太多问题 OK 那请各位稍微再了解一下 比如说常用的 我们这一些APP 这些像我刚刚讲的 可以从Google Play商店里面 点记得好像点购物有点怪怪 它好像点这个我的应用 反而没有这个类别 反而要点这一个 里面的这一个类别 去稍微找一下 那比如说钢琴类 意识类等等的 那有空的时候 就可以下载一些来练习看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另外像公务用的 像公务用好像可以找一下 那个商业 商业里面好像就有一些 那另外就是说 那个如果要开Office的话 其实在那个里面有个叫Office 这个叫Suit的这个版本 其实它也可以开 那除了这个之外 最近还有一个软体 我觉得还蛮值得装的 就是那个Microsoft 微软 它有那个释出 就是免费版的Office 的手机版 不过我刚刚有看到 你们可以找一下那个 关键字也许 你可以打一下Microsoft